这两个影响工业4.0的 国家的强盛跟汽车工业是划等号的 为什么日本会被打垮 而我更不用讲了 华为这一把手机就是告诉你 我已经有独立建造属于我自己的产业链 美国几十年来打老二的故事 全部推翻掉了 这就是为什么特斯拉党史不会离开中国 现在欧洲车长很清楚 不跟不行 而且转换得很痛苦 台湾到今天还在装农作业 不敢面对现实 哎呀不可以谈啊 谈了就垮 美国垮吧 挥谈不可 台湾的命运就在这里啊 听懂了没有 能谈那当然比对峙好 假如中日韩能够合起来 这一三角形之外后 谁的压力最大 欢迎收看今天的护来座谈 我是主持人历史哥黎修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我们的专家讲堂 我们来谈点什么呢 我们今天来谈点啊 国际两岸的一些重要议题 前阵子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华为 谈了一台新机啊 Mate 60 Pro 让很多人非常的惊讶 特别是选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反华的时候来出现啊 于是同时呢 还有另外一个资助性的产业啊 叫做汽车工业啊 中国今年的汽车出口又超过日本了 成为世界第一啊 这一点呢 在台湾受到的关注似乎比较小 然而这世界正在快速迅速的变化 于是同时呢 我们看到了几个外交上面的新的一个形式 中国跟美国啊 组建了这个商业交流的小组啊 似乎中美之间 开始有一个比较和缓的状况吗 中日韩呢 三国也在筹备三国领袖的见面 难道这国际的局势即将要来和解了吗 所以这一系列我们再看下来啊 到底这个所谓的中美台关系 或者是两岸关系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啊 那关于这样的议题呢 我们要来欢迎谁呢 我们来欢迎啊 对经济国际两岸都非常熟悉的 李生凡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老师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张新闻 这是富士康的门口就在遭遇新人才 结果呢 这个报道是三例新闻 他说不讲五德啊 华为占苹果冲富士康门口抢人啊 薪水逼近4万 因为Mate60呢 抢在苹果的这个新机iPhone15前推出嘛 所以就要积极来抢人才啊 现在据说甚至跑到了这个苹果代工的大本营呢 就是富士康门口来抢人啊 而且预计要招我们两到三千人 薪资呢来到九千人民币啊 那不过当然学经历要求也是有的啦 只是说这是一个工厂的现场啊 非常有意思啊老师 华为这次呢不仅欲我重生啊 那更重要是高通呢 竟然遭到重疾啊 这本来其实是吃瓜群众啊 因为华为对的是iPhone啦 但高通为什么说要重疾呢 倒不是高通不想做这个生意 而是因为呢 高通呢 它的消融处理器确实在高阶的旗舰市场里是有优势 但问题它不能卖给华为 华为自己干了 华为自己干之后呢 它用了这个麒麟的晶片啊 变成了这个高通尴尬的点就是 它没有办法打入华为这次的供应链 那我们也知道这次华为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就有分析指出啊 20223过去像高通采购了2300到2500万片的晶片 那2023更是采购到4000万片以上 那这一次2024年可能零 因为主要是美国制裁 其实它是一个美中贸易战之下的缩影 它背后其实更代表是中美在科技上的竞争 是 当美国开始对华为进行制裁的时候 很多关心民族发展的人也都忧心忡忡 从贸易战的时候我就讲 美国不会成功 那当时有人觉得我讲得太快了 原因是在哪里 因为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中华民主要不折腾它 它就能够创造它的辉煌和成就 几千年来都是No.1 然后就那么一百多年 然后你就认为它一辈子就起不来了 这个民主不是200年历史的民主 是几千年历史的民主 清末民初这一段吃杯以外 它在人类的历史里 它从来都是一个领头戴先的民主 不是这样子吗 错啦 所以全世界要重新认识中国 那为什么我有这个底气这样讲 当时苏联援助中国一百多项的工业建设 那是前面的 在那之前中国没有像样的工业 我们来个纺织 面粉 大概这些很low的所谓的工厂 那不叫工业 这个情况下 当时苏联花了多少的时间 每一个工厂有顾问 甚至整个的工厂 从第一根螺丝丁要怎么产生 到产品怎么产生 都是它设计的 这个时候因为中世之间搞乱 所以双方大家有冲突了 那么我催得了看你能怎么办 所以吃定了中国 结果撤退的结果呢 中国没有垮 那时候不但苏联撤退 美国红手 怎么办呢 自力更生 就是这个精神 好了 所以我们就不去谈这个历史 我再回来来看 这一个手机的公布 之所以有意义 不是指在这一把手机 是这一把手机里面 把美国几十年来 打老二的故事 全部推翻掉了 我最近大家很喜欢 谈中国的日本话 哎呀 失落了20年 将会在日本 有些人中间引用了古曹明的 这个资产负债表的 这样的一个讲法 所以你今天呢 是这个负债高于资产的情况下 为什么 点点点点 为什么日本会被打垮 德国更不用讲了 那很简单 第一 你是一个没有主钱的国家 主钱是不独立的 你看人家的脸色 所以日本在说 我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就是你不正常 第二个 就是日本呢 在整个的市场 是有限 而中国大陆 这个14亿人口的市场 不是一穷二白 不管有人说 哎呀 还有六亿人怎么样子 那14减6还有8亿呢 那8亿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你告诉我 今天在台湾的朋友不要忘记 上海的人间GDP 说不定已经超过台湾了 同时 这6亿还是成长中的 所以 它是一个成长中的大市场 所以市场这个因素 日本没有办法 所以我举个例子 这一次华为的手机 它公布 它不在海外卖 它全部就在中国大陆卖 有全世界可以卖 它不卖了 当然也有很多的顾虑 很多的行销考虑 但我就在中国大陆卖 为什么它敢这样做 因为中国大陆 只要能够把高端的市场 给占据了 世界也就差不多了 我请问你 这个阿里巴巴也好 腾讯也好 是靠什么市场起来的 中国市场 靠中国市场 它不是靠世界市场 它不是靠英文市场 它是靠中文市场 为什么 因为过大 是吧 华为在这几年 为什么它的成长还是过好 世界到处在打压 而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 5G也没有发展那么快 为什么它还是没有 很简单 中国大陆现在 正在5G普及化 它是全世界 它的基站占得有多少 所以当中国大陆的5G 占了世界现在 百分之五十六十的时候 而大部分华为是重要的主力 它怎么会垮呢 更重要的第三个 这是日本最欠缺的 这是也是中国最欠缺的 就是基础科技 各位你想想一想就知道 日本很多成功的产业 它的源头是在哪里 美国啊 对 半导体也是哪里出来的理论 美国啊 互联网也是哪里出来的理论 美国啊 源头都在哪里 都在美国 所以等下 美国发明 日本制造 这个基础科技就像中国一样啊 它成为世界工厂啊 可是基础科技 工资在谁的手里 美国 美国人的手里 华为这一把手机 就是告诉你 我已经有独立 建造属于我自己的什么 产业链嘛 而且是从基础开始嘛 现在呢 软体我自己有 设计我自己来 我叫鸿蒙嘛 这个什么 生产 完了完了完了 生产被ASMILE 给控制着嘛 那现在显然这一关 它也突破嘛 今天这个说明 很多人都在等 华为告诉我们 这个芯片从哪里来的 你讨论它从哪里来 有什么用 我就有嘛 而且 完全摆脱美国的因素 创造出来的芯片嘛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影响工业4.0之后的两项 民生产品 一项就是手机 这个产品现在华为的成功 会带动大陆另外几家手机啊 什么OPPO啊 VIO啊 小米有没有 全部被 表演啊 也就是说他们发现 原来我们也不必看别人的脸色 原来中国已经建立一个自己的什么 产力链了 其他都会出现 不会只有华为 其他更高端的也都会出现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民生产力的地方叫汽车嘛 中国大陆的新能跟汽车 这有人叫弯道超车 不要换一下 叫做换道超车 换道超车 哪里是弯道 是换另外一条跑道了嘛 因为不是传统机车 对嘛 这里面的元素都不一样了嘛 工业4.0之后的民生两大项目啊 基础科技在谁的手上 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 就是日本所没有的嘛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被压 日本就投降了嘛 对 你看美国现在做法不是一样吗 高科技压制你 然后呢 中低端的产力啊 逼着你外移 然后你不就空了嘛 所以今天华为的Meta的说明会 虽然它没有告诉你新变从哪里来 但是它是告诉你的很多 新的产品 新的科技 新的创造 而且很嚣张的讲遥遥领先 但是嚣张的背后是有实力做根据嘛 是吧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美国过去所用出来的方法 在日本成功的例子 德国那更不用讲 成功 甚至是欧盟啊 成功的例子 现在在中国大陆 显然它是遭遇到相当大的压力了 那刚才讲到的另外一个 资助性的产业就是汽车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数据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这既然自由时报报道 它说中国汽车激增76.9% 超越日本耀升全球低 其实在今年的时候 有这个趋势 但是这个应该说第一季啊 中国汽车总共出口107万辆 年增58.1% 超越日本同期的汽车出口 拿下全球汽车的首季冠军 而且出口强劲 上半年汽车出口激增了76.9% 再次超越日本啊 所以可以看得到啊 在日本在电动车市场是完全输给了中国 那根据中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呢 整个中国的汽车上半年出口是234.1万辆 打败了日本是多少202万辆 所以不只是超越 而且是超越越来越多 那整个外界大家认为说这个出口强劲的表现啊 可能会在全年度就把日本给压下去 而且更重要的是 日本在电动车市场上的问题依然难以解决 主要的三大车厂最有名的就是丰田嘛 本田嘛 日产 目前的电动车生产企划都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所以后续重点是中国车商在海外市场的是一个窗口期 也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空白地带 正在快速的 包括欧洲车厂目前2到3年内能推的也很有限 所以这未来2到3年会是中国的汽车的爆发期啦 那这个要升我们就来看 直接看数据最清楚 2023年呢上半年各国汽车的这个总出口量 我们可以看到红色是中国 橘色是日本 灰色是德国 黄色是墨西哥 墨西哥主要是美国的组装啦 那蓝色是韩国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1月到现在 中国几乎是一路都是低 除了在3月的时候中日之间有拉平之外 基本上一路都是低 那6月的稍微拉平 但是整个1到6月的上半年数据就非常明显 老师这个是改变整个工业的底层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汽车产业链拥有非常长的产业链 它上下有可以养很多人 大量的工厂工人 而且还有相关的配套消费 比如说你甚至有卖车的保险的什么都可以拉动 所以汽车产业一直被认为是工业国家的一个基石产业 所以日德都一直非常重视这一块 那美国虽然把车厂移到墨西哥 不过大体来说它的整个产业链还是依然在那边 还有包括像这一二十年崛起的韩国也很重视这一块 那这个不就代表了一个很大的世界局势的变化吗 我请问台湾的汽车节目有谈任何的电动车吗 台湾到今天还在装聋作业啊 不敢面对现实 有 但不多 不 有 还是谈面子 谈BMW 谈 有时候会谈一点韩国 特斯拉 特斯拉 没有 可是问题 这些都不是主流的除了特斯拉以外 真正的主流在哪里 告诉你 那就是今年四月份的上海车展 今年七月份八月份的慕尼耶车展 慕尼赛以前叫做法兰克福车展 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车展之一 在这个车展里面很清楚的一件事 中国的电动车变成了整个车展的一个主流 那台湾呢 不知道就不知道 不谈就不谈 我们今天还要花很贵的价钱 去买欧洲的电动车 通吗 而中国的电动车是以很高的质量 在欧洲里面卖了很高的价钱 所以现在他们要打这个什么 说大陆请销有没有 它在欧洲卖的比在大陆本土卖的还贵很多 那什么叫请销呢 请销的本质应该是你用很廉价的价格 去侵吞人家的市场 那什么叫请销嘛 卖很贵哪是请销啊 我就不讲太多的个案 我讲一个概念 新能源车跟传统车 在未来的发展上 是有趋势上的问题 也就是说 未来整个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趋势 是传统汽车再怎么发展 都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 新能源车最大的特点就是 电控跟互联 也就是说 整个车子 简单的讲起来 就是一部汇动的大手机 然后在这一个空间 以其说是交通工具 不如说是一个可控的活动生活空间 你可以在那里做任何你要想做的事情 对外面联络自己要做什么事 而且你还可以不必管车子怎么开 这一个趋势大概是跑不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我请教 传统汽车怎么办 没有竞争力 完全两条线 除非我刚才讲的 人类的趋势不走这一条路 不走干净的能源 不走一个行动的互联空间 除非你不走这一条路 否则新能源车 是必来未来一个主流 所以我马上讲不是弯道超车 是换道超车 也就是说我走我的你走你的 你要不要走你自己来跟 所以现在欧洲车长很清楚 不跟不行 而且转换的很痛苦 很痛苦的原因是 旧的要改掉啊 没有那么简单啊 新的要建立啊 那旧的怎么处理啊 那中国大陆的好事是 当时你们所有人进来说我全部核资啊 这是传统汽车 我全部核资啊 要谈到你去谈啊 那时候真的很笨 这么大的市场拱手让人 而自己认真地走另外一条路线出来嘛 所以西方也开始在摆烂了 本来欧洲是2030年要潜满 不能再生产油车了 现在第一个改变的叫英国 英国说我们要赢到2035 可是不是说环保吗 不不不不 减排吗 我总不能牺牲 牺牲我的条件去迎合我的目标嘛 他不是常常讲 牺牲工业 迎合这个环保 2035 会不会再延 会哦 我告诉你 真的会 欧洲本来很先进嘛 希望到2030 所有的这个燃车不能再生产了 对 你看这办好了 它不能再生产 全部的市场就要给中国大陆了 窗口 还有 各位要了解了 中国大陆现在做的电动车啊 它是从低端到高端有没有 钱包 一条龙 那50几乎就是Smart的翻版耶 便宜到 各位数的人民币到十几万的就摆平了 也太 结果呢 英国 这个欧洲就决定把这个部分拆了 拆了看看这怎么做到的 拆完你有欧洲得到一个结论 用那样的成本 我们做不出来 对 中国大陆为什么做得出来 因为它全完整的产业链 让它在零件的取得 还有工厂的管理的态度 还有中国人的劳动的精神 这就是为什么特斯拉党史不会离开中国 还在中国建超级工厂 它怎么会呢 它今天要到墨西哥去办工厂的时候 还得把中国的干部有没有 想办法给带过去嘛 为什么 因为工作的精神是不一样的 对 不要随便看不起中国 也不要因为长期被美国人吓大了 觉得他一出手 我们就会被他打垮 不会的 从这两个影响工业4.0的 两个这个什么 民生用品 汽车跟手机 这一个部分呢 它已经完成有了绝对的基础科技 所以国内市场保了一个底 甚至创造大量的利润 而且还有所谓的规模化生产 是 最重要是规模化生产 这蛮关键的 对 因为过去我们看美国的工业化 它只有不断的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 所以它不断在做工业外移 所以全球化其实是美国造成的 可是在中国的话我们发现 它有些产业它是不用外移的 因为它就把它完全自动化了 就工业4.0 工业经济的竞争 我们先不要在那边下太快的结论 谁输谁赢 但我一定可以告诉你 输的不会是中国 绝对不会是如此 所有唱衰中国的 你们把79年到现在为止以来 所有那些唱衰的言论把它集合 可以写成一本书 中国崩溃论 简念说 40年你怎么说 30年怎么说 20年什么 10年前 包括现在怎么说 现在可以写一本 没有一个是熊山解决不了的 崩溃论 讲到最后 中国还没崩溃 自己先崩溃 老师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有点意思是说 不然我们刚才看手机 或者是看汽车 它可以基本上是 工业革命开始没多久之后 它的这个相关的 初期的产业就开始在出现了 比如说内燃机的发明啊 那到了20世纪初期的时候 福特汽车那个T型机 它到现在 其实汽车工业 作为人类的主流工业 已经是100多年的事情了 这个等于说 是从生产的方式上面 做了一个翻转 是这一次 我们看到中国的整个汽车 出口变成世界第一当中 背后的一个另外一个逻辑 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包括过去的台湾在内 都一直把做汽车啊 而且做全部的汽车 全产业链 全产业链 作为一个梦啊 国家的强盛 跟汽车工业是画等号的 硬工业 绝对是画等号 你看到哪一个摔弱的国家 有汽车工呢 从这边看 每个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国家 所以我说 后发成功的 真正能够真正走出成功的 全世界就是韩国 那中国是现在第二个 中国是换到超车才成第二个 没有换到 韩国是他在原本的传统汽车 对对对 而且他是后面追的嘛 是 他才花了40年的时间嘛 一度现代汽车 在台湾卖得非常好 现代汽车以前是被人家笑话的嘛 对 现在台湾算是中上品牌了 所以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因为他走在前面 是 包含你特斯拉要进中国大陆 那你的充电桩 充电的标准 要符合谁的标准 所以你会跟他的标准不可 你要自己独撞你的标准 可以啊 你卖不了中国啊 中国的市场你可以放弃 这就是德国打死也不愿意 轻易加入制裁的地方 因为德国现在是 现在在中国大陆的汽车市场里 什么他们叫BBA 就是Mans BMW跟奥迪 这三个还有加坡索尔根 索尔根 索尔根比较中下的 可以讲是现在 在所有的外汽汽车 合资汽车品牌 大量被逼撤退的时候 这四家现在还可以生存 而且靠着中国大陆 还可以生存的 还蛮不错 而且更重要的是 所有的全世界气势电动车 都慢慢走上了这条道路 两个东西 一个电池 还是依赖中国大陆 韩国现在也正在起来 但是记得还没 第二个电控 因为欧洲这几年最大的败笔 就是在整个互联网 这个所谓的电控 这个部分是它最大的败笔 反正很好玩 我只是很气 为什么我要花两倍半的价钱 去买德国车 我不能人民币109万的价钱 去买一部仰望 这是我最不以为人的部分 这些观念很多 马斯克都是非常先进 但是马斯克在美国 被当舔共仔 因为他没有办法 他就生存了 生存是他唯一的要件 所以就很可笑 就是真正的市场研发中心 其实汽车产业的未来 也就是电动车的未来 就在中国大陆 就以这一个所谓 这个比亚迪目前所进行的 研发的能量 它就包含了华为 华为它现在做的就是什么 你要坐车上 简单啊 你跟我合作 你车子就出来了 电池 你是像林德买 或是像比亚迪买 对啊 那有关电控的这个部分 还有万物互联的这部分 那我提供给你啊 我不造车 但是我已经把你造车的 脑浪有没有 全部都有啦 所以台湾要造电动车 你要最快的话是什么 不要花时间啦 还跟谁合作 就跟华为合作 车子就出来了 那林德时代的电池 就在福建也很近了 像福建买电池 跟华为买 这个电控互联的内容 然后来找世界的有名的设计家 给你造外形 有没有 我们就可以生产啦 还花那么多的时间 在那边鬼尺 这个不行 这个行政党会高喊说 不行 这个是对共匪投降 不是 那是木马屠城 木马屠城 因为所有的华为的设计 全部都到台湾的车子来 那不是每一部车子都 变成了可怕的确定器吗 这就是当年陈博为说 扫地机器人的恐怖的地方 对 现在只是在你家 在那时候全省到处乱跑怎么办 那再来其实提到这个 中国在包括手机跟汽车的崛起当中 那我也看到中美之间的关系 似乎也有一些缓和 这个中美的经济工作小组 可以化解小摩擦吗 能够解决问题吗 最近中美成立所谓的经济工作小组 来提振这个市场的情绪 那我们看到雷蒙多 跟这个中国的副总理 那在这边呢 是否能够化解目前的一个 这个冲突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工作经济小组 他不定期继续副部长级会议 由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中国副总理 中美方的牵头人 就何立峰汇报 那何立峰就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一位 成绩算看起来是不低 因为耶伦 我们在美国的这个内阁里面 其实他是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何立峰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看起来这个工作小组成立之后 市场是乐观的 包括股价啊 你看这个 包括中国的金融指数还上涨 阿里巴巴 网易啊 都涨幅都突破了5% 哇 那是不是代表说 中美之间的这个情势又比较和缓 美国终于了解到说 中国的成长是不能硬压 压了也没用 这应该是 这是民进党要好好看的一个内容 哈哈哈哈 怎么说 蛤 不是雷蒙多去舔共了吗 中美两方是实力啊 可以对经的 嗯 所以可以摆摆所晚的 我们跟大陆要摆什么所晚 他绝对可以摆 蛤 他绝对可以摆 我们可以摆 用嘴巴摆吗 对我们可以摆 那我就说 两边都到这样的阶段下 都必须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 能谈比不能谈好 OK 能谈绝对比不能谈 谈绝对比不谈好 因为不谈 大家gap一定越来越深嘛 对立一定越来越强嘛 能谈 能谈就表示 有些事情可以靠谈来解决嘛 嗯 是不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趋势 两个这么强烈都如此啊 我们一强一肉 相差如此弦肃的说 我们在掰什么嘛 我们在惊什么嘛 嗯 啊 我们除了在骗国人以外 在跟什么 我们天天洗大家的脑嘛 哎呀不可以谈啦 谈了就垮 哈哈 美国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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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民进党的 你的阿爸倒了 你知道吗 按照你的逻辑啊 按照你的逻辑 美国垮啦 谈了就垮了 垮啦 你的阿爸垮了 你还在靠那个阿爸干嘛呢 是不是这样子 鬼扯 但是 为什么要谈 显然 我压不下了 嗯 所以 不可怎么怎么来说 我从 呃 上年的节目 我就一直在讲啦 对 我说 中美之间 世界之间 有几句话来讲 嗯 第一个 美国的实力啊 越来越上不去 嗯 你看他现在要 禅烈回来 讲了几年了 成效如何 五年还是失败的 还是 我们不要讲失败 成效如何 成效有限 我换个说法 对 我就问那个成效如何嘛 成效有限 对不对 就是 你上升 美国的上升 是越来越慢 嗯 第二个 美国呢 对联邦 对他的盟邦啊 越来越叫不动啦 越越苛刻 不但苛刻叫不动 你看嘛 他以前拉美的会议 有人就不去啦 对 东南辽国学 想办法把这些都抓到没 那以前多光荣的事啊 现在你看看 也不一样啦 有啦 台湾最听话 但是很苛刻 你还得乖乖地来 参加东南辽国学的活动啊 我以前派一个国务卿去 有没有 就给你面子啦 还总统亲自知面 副总统既就已经 天大的恩赐给你啦 为什么要来 蒙班慢慢叫不动 嗯 再过来 中国大陆慢慢来 压不下去啦 这三个趋势 你觉得有变吗 那没有变的情况下 中美双方不谈怎么办呢 不谈怎么办呢 所以 大陆想不想谈 也想谈 需不需要谈 也需要谈 因为 对峙 不是他最好的 最想要的结果嘛 对 对中国大陆讲起来 现在如何在 有限的时间内 加速自己民族的 完成的复兴嘛 时间 对他来讲 不要有冲突是最好嘛 嗯 台湾的命运就在这里啊 听懂了没有 嗯 我们不要去制造那一个 因为他在复兴的过程里面 不要制造 更多的分歧跟障碍嘛 能谈 那当然比对峙好 美国呢 美国是压不下去的 挥谈不可嘛 所以一个是压不下去的 挥谈不可 一个呢 是谈 绝对比不谈 我付出的代价更小嘛 是 我想啊这个关于这个中美之间的互动啊 我们大概最后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东西来做结论啊 就是最近呢 这个中日韩 这里还卡了一个草行 中日韩三国呢 即将举办这个三国峰会啊 而且这时隔四年再次举行 前阵子日韩打的火热 而且跟美国呢 积极来结盟 可是却在这个时候变成中日韩来谈 老师这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风向 我们来看 稍微看一下这个报道好了 这是自2019年之后 三国领导人可望再次举行这个所谓的峰会 其实三国领导人两国日韩都换人了嘛 目前最新进度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是说啊 关于这个峰会 他说中日韩是禁令也是重要合作伙伴 强化三国合作符合三方共同利益 那到底会不会举行呢 我们来问一下老师 就是说这个我们都知道中日韩背景 是有一个美国的隐约的力量在这边控制 那您觉得这个这一次中日韩 为什么要见面 而这背后又代表什么 从我们刚才一路谈下来 是因为中美之间必须要妥协了吗 我们过去啊 谈中美关系一直花太多的时间 我们放假了东北亚的 东北亚现在丢了一个大 大炸弹 那就是朝鲜跟俄罗斯拥抱在一起 你看朝鲜跟俄罗斯拥抱在一起 你去看看韩国的在义党 现在是怎么讲隐形 韩国的在义党啊 那台湾是没有这个消息的 对 台湾没有这个消息 韩国的在义党认为 隐邪隐将会把韩国给搞产 是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北朝鲜嘛 对 这个北朝鲜 本来站在中国大陆的立场 韩国维持这样的现状 平安新疆是最安稳的情况 你们要统一 那你们两个自己去处理 我没有意见 但我不会逼着朝鲜去统一南韩 也不希望哪一个国家这一路去推动南韩去统一 这个 那两边都是韩国人 这两个国家自己要统一 其他国家不要啰嗦 这个大概是中国大陆的基本态度 这也就是为什么韩战它这一路的原因 这你不可以越过三十八度线 那我是有意见的 这个概念我们先要能够弄得清楚 那现在很显然 美国那把韩国跟日本掌握 那本来这个东北亚的极致是 美国跟韩国 美国跟日本 日本跟韩国是没有桥的 是没有桥的 是没有桥的 是一对二这样子一个 朋友各交各的的情况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隐习院 把它变成了三角形 日韩是连结了 对 这一三角形之外 谁的压力最大 北韩 北韩是全世界能够 让他台听一点话的国家 一个是他长期依赖的俄罗斯 一个是在他旁边 帮助他最大的中国 那中国的角度来看 看你们两个搞成这个样子 有没有 那让北韩出来出现一下 也没什么不好 所以这北朝鲜各路 当他去握手的时候 中国大陆 没有表达积极的鼓掌 但也没有去做任何的阻挠 因为只要这两个一连动 这些家伙就知道好坏了 因此不要忘了 美国是在遥远的那一端 对 中国跟日韩是搬不走的邻居 你去看看日本韩国跟中国的历史 不就是连动的吗 对 尤其这百年来是连动的 对 而且还加一个俄罗斯 俄罗斯 韩国 日本 中国 基本上是影响这百年历史的变迹 这蒋庭胡最喜欢提的观点 中国近百年的变迹 就是最重要的是俄罗斯跟日本 对 是不是这样子 而这些的变动在这里的时候 但在中国的角度来看 你美国要来联动这一条线 俄罗斯要来联动这一条线 那我呢 现在应该发挥正向的角色 让我来联动日韩的关键 所以日韩现在 你们不作为我就认了 你们要作为 我绝对不会什么样子 不会拒绝 所以 包含这一次跟韩国的会谈里 东协吧 东协的会谈里面 你看 韩国自己也放消息了嘛 中国大陆也说 应该领导人回谎的时候 应该领导人也是说 应该 各位你想想想看 当习近平 要到韩国去访问 美国的压力大不大 等于前阵子做的那些工作 你压力大不大 效果就打折了 那当中日韩要举行的时候 美国压力大不大 当然大 等于 好不容易把日韩拉到 华盛顿 去喝焦杯酒 效果就打折空 但这背后是不是 我可以简单畏惧 它也还是呈现在 中美博弈之下 这个掰手腕情况之下 其实对美国来讲 其实它这段时间的努力 成效是有限的 就是我讲最主要是国力的关系 国力的关系 国力的关系 所以这个中日韩会议 具体呈现也是 美国明明想强拉日韩 结果反而 不但没有拉住 反而还让了 就是说中日韩 还是有一个和解的 我是很简单嘛 韩国的逆差 怎么来的 跟中国的贸易结果 它的顺差跟逆差 是中国贼定的 韩国最近跟大家补充一下 最近贸易逆差非常严重 越来越严重 他要不要解决 要 美国解决不了他 美国没有经济的 不 能解决他的事 日本也出现逆差 然后大家偶尔会 回来一下再讲一下 一样的道理 中日之间的贸易 是决定它逆差 顺差很重要的条件 本来全世界 包括东北亚 这三个国家 它是可以互补友谊的 现在美国硬要把它 怎么样子 这个产业要把它切断 切断的结果 你的奶水不能给我吃 而我这边的奶水切断 更可怕的 切断的结果 它没有死 它还长得更好 对 然后你还退出了它的市场 那你怎么办 这不要说什么 韩国车现在在中国大陆 是前面撤退的 是 现代企业几乎前面撤退 那韩国车最高的时候 一年可以在中国大陆 卖一两百万部 日本也一样 本田 丰田 你这样更不用讲 也几乎撤退了一大糊涂 这个时候 要不要重新思考 这个经济架构要怎么建立起来 当你需要我中国 跟你建立一个更完美的 经济体制的时候 那你跟华盛顿什么关系 自然而然就不可能 表面上讲得这么美好 那算是很简单 因为事实理智在这里 而且东南亚 我们要不要吸手 一起来经营 东南亚 经营亚洲 或者你要来跟我竞争 经营亚洲 韩国是已经没有本事 跟中国大陆竞争 经营亚洲 那现在就在日本 日本现在能跟中国 在竞争东南亚 还有多少本钱吗 所以就一个道理来了 假如中日韩攜手 共同经营 繁荣亚洲 那美国在那旁边去休息 就看日韩 有没有这样子的捷物 都是泛中华文化的国家 都是儒家影响的国家 都是可以用汉字 来连结的国家 假如中日韩能够合起来 共同经营亚洲 繁荣亚洲 而不是在那里 你争我斗 事实上韩国是已经 没有什么能力 跟中国大陆争 日本还在 还在 果恩残传的竞争了 没有 对你已经不利了 可是双方合起来 共同经营亚洲的话 大家各蒙其力 亚洲共同签 这日本东南亚共同签 你是用战争 我们用合作 这个时候起来了 你说美国来自由航行干嘛 日本要想成为 真正的正常国家 不是依赖对美国的摆脱 是依赖对中国之间的合作 不信你去看我这一句话 我想这个 当然中美之间的关系 最终还是会影响着 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 但是刚刚老师其实提到 一个核心的观念 串在里面就是 实力的此消彼长 那它呈现在各个方面 我们今天从手机 从汽车 然后我们又谈到了 中日韩之间的关系 其实都是这样 所以当然我们还是希望 中美两国有宜长青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对台湾来讲 至关重要 我们永远不想活在 大箭巨炮之下 这个家伙拉出来 就没有那么够早的 好吧 那就是我们这张图 作为今天的收尾 那我们今天后来做谈 我们就聊到这里 那我们就希望 这个大家今天有很多的收获 最后 记得大家按赞订阅分享 打开小一张加入会 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也欢迎大家可以透过 线下的超级留言 超级感谢 或者是绿界PayPal 微信邮局 然后支付宝都可以给我们更多的粮草赞助 那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继续锁定 我们今天再次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相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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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